台北市传出疑似而虐事件 在北头有一间评鉴甲等的托婴中心 有四名教保员涉及不当对待 至少有八名的幼童受害 社会局表示 相关涉案教师分别处八万到二十万元罚还 并公布姓名 至于托婴中心则处六十万元 从今年七月开始停业一年 小朋友哭声不断 画面中可以看到教保员拉扯孩童手臂 甚至还有一丝长嘴的状况 明代揭露北市评鉴甲等的托婴中心 爆出疑似不当对待幼童事件 共有四名教保员涉及虐待 至少八名孩童受害 实际致电业者仅低调表示 一切配合调查 北市社会局则表示 相关涉案教师分别处八至二十万 罚还并公布姓名 托婴中心处六十万元罚还 今年七月起停业一年 目前也积极协助现有收拖儿童转脱 该机构目前仍持续营业 转脱过渡期间是否将加强 无预警机查 但明明是评鉴甲等的托婴中心 却还是爆出不当对待情势 目前全国统一规定 托婴中心评鉴每三年举办一次 以评鉴当日现场资料及观察给予评分 民团认为应检讨评鉴制度 除了评鉴的这个半天的一个状况之外 我们应该也要去加强 就是地方政府的一个机查 访试辅导的过程当中 你例行去看到它表现出来的一个样态 为何 那再去终整跟这个所谓的评鉴的一个分数 共同做一个考量 虚二人也建议评鉴部分 也要涵盖访试辅导的立场 机查部分人员也要不定期 抽看托婴中心的监视录影设备 执行状况 了解托婴人员实际照顾阳台 记者 话曼陈伯玉 泰伯特